老切冒充某某警官或是某某执法官员播电话给你 以各种理由要求你提供个人资料 这种惯用的电话诈骗手段 我们是报了又报 讲了又讲 观众朋友相信也都很熟悉了 但如果是有警察亲自video call你 后面背景还能够看到 Ebu Benjaba Police某某州警察总部的字眼标志 就像图片中的一样 甚至偶尔你还会听到警笛声 诶 那会不会就是真的呢 大家千万要当心了 别以为对方敢亲自露脸 背景又是警察局就信以为真 那这是老千升级版的电话诈骗手法 全国警察商业家调查局总监南丽 今天召开记者会时表示 这种升级后的诈骗手法 是从去年年中就开始的 老千会冒充警察透过视讯对话的方式 来联络受骗者 诱导他们付款或者是转移存款 至今已经在全国骗走超过110万令吉 尽管诈骗手法是升级upgrade了 但诈骗内容却是换汤不换药 南丽说 骗子会先冒充快递公司 拨电话给受害者 故意捏造故事 那比如说对方包裹里头含有违禁物品 先下午下午受害者 让对方感到恐慌 随后呢就会将电话转接给另外一个假警察 只不过这一次呢不再是电话通话 而是升级成视讯通话video call 老千亲自露脸和受害者对话 以增加说服力 那虽然video call视讯当中的假警察 是没有穿上警察制服 但可以看到后面墙上大大的字写着 Ibu Pajabat Polispera 甚至还挂了不少的警局标志和奖状的照片 为了博取受害者的信任 诈骗集团可以说是用心十足 除了会将背景布置成警局 还会播放房尼警局办公室的嘈杂声 甚至是警笛声 真的是绞足了戏呢 那等到受害者对警察的身份深信不移后 假警察就会开始指示受害者在线上投报 伺机套取受害者的所有个人资料 并进行转账诈裁 南丽说警方在去年共接获34宗相关投报 损失金额超过101万令吉 今年截至3月14号 短短不到三个月 又有14人中招被骗 损失额超过96万 南丽再次提醒民众 警方设有的线上投报系统是没有包括刑事案件的 只有一些小案件 比如遗失身份证等等 绝对不会涉及到犯罪活动 他重申 警方绝对不会视讯联系民众来进行投报或者是调查工作 只会在警局或者是警队的建筑屋内面对面进行 他促行民众一定要提高警惕 不要理会陌生人的来电 避免掉入老前的圈套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